今天呢发生了一件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在一开始 这个事情呢直接让我今天的计划全部都乱了 因为我要做很多善后的工作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其实刚才呢给苹果的一个客服员工打电话 然后他给我转到技术部 从技术部呢转到了高层 就是技术部的这个高级别的 他们告诉我 他们没有办法解决我的问题 我需要去等待 其实也算是自己的一个失误 我给苹果呢发送了一个问题报告 因为我现在用的这个版本是一个Catalina的版本 当然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有可能用的不是它 只是作为一事件的一个解释 然后这边呢可以看到我的Final Cut Pro 它是一个崩溃状态 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崩溃状态呢 比如说我在这边启动Final Cut Pro 就是我常用的视频变软件 启动之后版本是10.4.6 大概我们已经进来了 这边呢我们没有打开任何项目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的一些插件什么 然后没有打开任何 然后这个软件呢 是我平时用来主要编辑视频的 几乎是唯一的软件 然后也没有替代评 可以看到 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呢 它已经退出了 就是无法预见性的一个退出 说白了就是跳出 同时呢我用Motion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了解Motion Motion呢是一个稍微做这个视频特效的一个软件 是这个 这个Motion Motion也是在使用几分钟或者一两分钟之后呢 也会跳出 跳出之后呢也会展示一个这样的一个报告 也就是今天呢 其实这台电脑上的专业工具软件已经彻底瘫痪了 已经不能用了 这一切事件的起因呢 我也算是一个非常无辜的人 在今天早晨升级了一下电脑 把这个电脑从这个OK时间点 就是今天 2019年9月11号 这个版本呢其实在昨天已经发布了 就是苹果的MacOS Catalina Beta 8 就是第八个一个测试版 升级完成之后发现很多软件 起码到现在为止我发现两个软件是不可以用的 一个是Final Cut Pro 一个是Motion 大概呢在电话里聊了40多分钟 也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非常非常遗憾的是 我在使用测试版操作系统的时候呢 是没有做备份的 所以今天一开始要告诉你们真的 作为一个专业 或者说这个东西就是你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 你工作的一部分或怎样 一定要做好备份 备份呢就是用Time Machine 如果你用苹果电脑的话 每次在升级系统之前先备份一下 这个我没有做到 然后我今天吃到的骨头 那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就是在未来的一些很多视频当中 我得进度上延后很多 但是对我影响不会特别大 是因为主要工作机器之外呢 我还有一个主要的一个编写机器 当然除了他们两个之外呢 我之前还好啊就是没有把那个卖掉 所以呢我把我旧的MacBook Pro又拿回来了 就是这个千疮百孔的MacBook Pro 现在它在这边呢 暂时当作我便机视频的机器 期待过些天正式版的系统出来之后 解决这个争端了 啊这是今天一开始花了很长时间没有解决的问题 这边呢当时买的这个8TB的硬盘呢 我将会作为Time Machine的一部分 同时作为一个Vlog重置版的一个机器 一个存储 啊买的还是挺值的 没说是吧 我呢把这个钥匙啊车钥匙就放车里 无所谓了 这边没什么事 这地方这次来的时候是不下雨的 上次来的时候是在下雨 找个地儿跟大家聊聊天 这儿挺好的非常好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刚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生活的一面 大家有看得到 从我最开始做视频呢 大家看到的应该85%以上呢 都是在北美拍摄的 其实一切呢都源于一个性格 我小时候呢 大家也见过我生活的地方 那30年的房子 大家还记得吗 如果不记得的话可以回去看一下我的视频 我呢当时是跟姥姥姥爷一起长大的 小的时候呢 家里经济非常的 就是不太好 然后老妈呢 就也没有读大学 就去辍学打工去了 为了供这个家的一个正常的生活 真的很拼 长时间呢跟老妈呢 就是分开了很久嘛 就是经常跟姥姥姥爷 然后那个性格呢就跟他们一样 当时生活那个环境呢 每天其实很安静 那个年代 你想在门口呢看到一辆这个行驶的汽车呢 都是很 很有意思的一个画面 你看到汽车就觉得 哇那什么东西啊 好厉害啊 就想盯着它 看它怎么走 然后我们就看轮子 有的时候 有些摩托车 我们也觉得特别有意思 所以一个年代 一个时代和一个环境呢 主要是生活环境呢 会塑造一个人的性格 然后我就觉得 小时候那种非常安静的生活呢 我就特别喜欢 特别习惯 不像很多人一开始出生 是出生在大城市 每天可以享受到城市的喧嚣 而我们呢是没有的 我们小时候的话 说实话 真的是 有点像那个乡下人 就像那个村里边 我脑海中感觉就是那种画面感 就是旁边都是麦田 旁边有一户人家 我们家就属于那种的 就是每天绝对听不到 就天上有飞机的声音 你能听到的可能就是 什么地方喇叭 比如说附近有学校 喇叭在广播什么的 然后就能听到那些 要不然就是刮风下雨大雷 每天都是在一个非常 有点像大自然的环境中 然后生活下来的 所以我性格 特别喜欢那种非常安静的地方 在国内生活 其实有很多便利之处 我也特别想在国内 但是呢 我没有选择 在那种喧嚣的环境中生活 主要原因是不太适应 有很多人在描述 我最近的一些生活 就是说你很孤独 这种孤独呢 其实是相对的 你不是说它是一个 非常平静的生活 那平静的生活中 你可以享受到什么 你可以拥有自己 绝大部分的空间 私人空间 你想做很多 你可以想象的事情 不必受到他人的约束啊 等等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多人奋斗很多年之后 想达到了一个生活水平 但是我一开始 就想适应这样的环境 反而我去奋斗的话 又然不适应了 那么回到最开始的话题 为什么这么多年 一定是在美国 加拿大这边拍摄呢 自己最开始呢 是选择的 就是这个科技评测开箱 大家懂吗 那小科技玩意儿 在我刚开始 做那一个时间呢 其实在国内还有 在国内 其实做这些的并不多 你能够接触到资源也不是很多 所以之所以选择北美 一方面是因为我在北美开始的这个 第二呢 是在北美这边 它其实相对来说 更容易接触到一些产品资源 那好比说有些东西 你去不了发布会 你也不认识什么 这个公司的人 拿不到产品怎么办 那就去买了 这个环境呢 我个人感觉更适合 从事这个科技评测呀 这种生活博主 如果讲到生活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做的事情 集中在两方面 一个就是科技 一个就是生活 其实大家喜欢 从这个视频当中呢 得到一些乐趣 或者说得到一些干货 所谓的干货就是知识 你有一些点 你得到了 你会感觉非常的满足 但是有些人看我的视频呢 他可能那种点不是那么清晰 你感觉 你为什么每天流水账一样 这样浑浑噩噩的过每一天 但是有些人就可以从这些生活中 点点滴滴 所以发现我的生活呢 方式比较偏向于平静 在平静的生活中啊 找出一点点亮点 这就是我的视频风格 之前有的朋友 从国内来到这边之后 跟我见面 我们聊天 然后中间我会跟他说 我每年都会抽时间去国内 然后过年呀 然后去国内旅旅游 然后我一提到国内旅游 他说啊 你在北美生活这么多年 你要回国去旅游 你的点在哪里 我说国内有很多这个风光 我都没有见过 有一些好玩的地方 我没有去过 他说你在北美浪迹 这么多年了 你看过的这些呢 你拿到国内笔的话 是不是就会觉得国内那些 似乎就不是旅游 只是去走马观花一下 或者说去似乎在旅游 其实没有同意他的观点 是因为我觉得 我们的旅游呢 大多数呢 是去体验生活的 对不对 那体验生活的话 我觉得景色呢 有的时候不是很重要 而且是那种生活的感觉 节奏啊 那种 你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 我之所以在北美 这么长时间 可能有的时候呢 我也是抱着一种旅游的心态来了 但是 当你的生活每天 都是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 那你就会说 那我现在不仅仅在体验生活 我在沉浸在自己的 这种生活节奏当中 喜欢这样的生活的感觉 那我觉得 有的时候这样的感觉 要比旅游还要更好一些 反而在我印象当中 如果现在去旅游的话 一定是体验不同的生活 那好比说 未来的话有机会 我带大家去越南看看 去再去日本转一转 就是体验那种 不一定说 你去的地方 一定要比现在更好 一定要比现在更有特点怎样 我觉得只要去了之后 把你的记忆留在那里 体验出不同人生呢 那就是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北美生活了这么多年了 为什么这么适应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有我需要的很多东西 就好比说资源啊 热爱科技数码啊 有很多展会啊 然后没事还可以去拉斯维加斯 参加一些这个很有意思的活动 你还可以去看看赌场啊 其实这边生活节奏 虽然说 要比我们国内慢很多 但是它确实有很多 我们国内没有的东西 或者说 没有那种气息 那种节奏是最关键的 我一直在强调节奏 可能这个视频已经说了 五六四七八四这样子 我的理想状态啊 跟大家继续分享 我以前应该讲过 我的理想状态就是 但是以后有机会 在每一个地方最好的季节 我可以去那个地方生活几天 在很久很久之前 我的生活 那在国内的话 某个城市 北方也好 南方也好 那七月份 这个时候应该是暑假 就特别特别的热 每天都出汗 年了 我感觉这种生活 对于我来说 就挺难受的 是直观上非常难受的 大家现在看到我 我现在这里绝对 没有任何炫耀的意思 就是说 我现在感觉到 非常的舒服 那气温呢 非常的适宜 你看我现在穿个短袖 我没有汗 然后在这边会有一些 这种凉风 这种微风 带着凉意 俯过你的耳旁 在这边会有这样的感觉 再加上我周围都是绿草地 然后闻到那个空气 那个栖息的感觉 就是很新鲜那样子 这样的状态呢 就是我一直追求那种 哪怕我生活中 再忙再累 在我特别特别需要沉静的时候 我可以来到这个地方 这也是我为什么这么多年 我尽力的选择 在北美这个地方度过 炎热的夏天 去年七月份的时候 去了一趟成都 那个每天给我热的是钻心窝的热呀 就那个大汗淋漓 但是那样的体验 我现在还是比较回味的 真的还是挺有意思 我希望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如果你已经可以非常轻松地 实现在你生命当中 感觉到幸福的那一个点 随手寄来那种 那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幸运和幸福的人 那如果说你现在 你的生活方式还没有说自己很满意 那我希望你还是继续努力 像我一样 用前半生的时间 努力奋斗 真的奋斗到很痛苦 然后最后生活在你想生活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生命的意义 最后你永远需要奋斗了很久很久很久之后 那当你追求那些东西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抓住它不要再错过 好不好 我小时候的生活状态呢 跟现在其实还是蛮像的 只不过现在为二的区别就是 一个是周围的环境比前好很多 第二个是家人不在身边 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努力努力以后 有可能实现也不一定了 总而言之 在北美生活呢 是我喜欢的那种方式 我希望大家找到你喜欢的地方 然后如果以后我回国玩的时候 大家遇到我 记得跟我合掌影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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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